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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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去哪裡? 今天我們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來看什麼呢? 其實看荷蘭海軍的歷史 因為荷蘭是一個 靠海來 做生意 做海道 這樣做大的國家 做有錢的國家 所以海的歷史是值得看的 很漂亮 你看它上面 雖然沒有La Louvre那麼漂亮 但它上面真是透光 荷蘭有錢 然後才是英國人 荷蘭是第一個有錢? 不是 在北海 它發展先過英國 這邊就是劫索 最後走 好 後面這隻船 其實以前荷蘭很大 很大 帝國的時候 Golden Age of 荷蘭 那時候 就是靠這些船 這個是replica 這個當然是不真船 真船 應該 那些木 應該全滑了 是不是海道? 它有些是海道 有些是做生意 買賣 這隻 這隻 好像是沒有的海道船 這隻 那我要看一看才可以再講 好啦 這隻船呢 其實為什麼它還有在這裡呢? 原來就是因為 它本來這隻船是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本來這隻船應該是去Batavia 即是現在的Jakarta 但是呢 因為那些浪太厲害了 在北海 North Sea那裡 那呢 就在English Channel 那裡 沒有了那個 泰盆 即是駕船的那個泰盆 那呢 就變成了 整隻船沉了 在英國那個岸邊 在Histings那裡 那呢 Lowtide就看到了 所以這隻船就是 根本去不了Jakarta OK 好啦 我們還要開船前呢 我們要做一些準備 先要按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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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按鈕做完那些事了 開船 Bum 哈哈哈哈 那現在這隻船 拍了在這個museum那裡 那你看看 就是那些canel 我們出去 這個對面那個 就是Science Museum 然後其他一些船在那裡 那些是現代船 但是這隻 是一個木船 媽咪 哎呀 我啊 Sorry 還不夠鏡 不是 你可以Captain 哎 Captain 媽咪 你做了什麼 我扮張寶仔海道 這樣做的船 這樣放一些繩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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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那個Voc那個旗 即是東印度公司那個旗 其實就是荷蘭旗加個幾個字 在中間 幾沒有創意 哈哈哈哈 這些高級的才可以住房的 你看這些 多小的 你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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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人高 根本就不能睡這些 怎麼睡 我真的想不到 好啦 那這個是什麼船來的呢 這些就是現代一點的了 開始用燒煤來發電 發力這樣沖過去了 沖過去了 所以可以小隻一點 但是一定要有個很大的椅子 那這隻是Borge 是皇后 和皇帝在這個Borge 然後就揮手 然後他的兵就幫我去爬 那就是啊 那我見些人民啊 那這樣 那這個Maritime Museum 呢 除了一些船之外呢 還有一些Gallery 還有給一些小孩子 一個Workshop在那裡玩 放一些Sticker在一起 這樣砌圖 可以拍照 還有可以坐在那裡看書 對啦 看那些船 好啦 那我們去到一部分呢 East那裡呢 可以進去看 以前 怎樣 用什麼來看 船去哪裏啊 那樣呢 就是Navigation Instrument 很靚啊 對喔 但看不清楚啊 那時候 很靚啊 藍色 好像去了Fiatan 很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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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船長 是不知道 沒有這些工具 是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不知道自己過了幾個 什麼速度 所以呢 這些 Navigation equipment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前沒有GPS的 沒有 用猩猩來看 用這些來當 好啦 爲什麼 啊 I'm certain 會這樣 這樣的樣子呢 因為以前沒有車的 是靠船 船呢 就要靠那些建築 吊一些東西上去 所以要搞到 周圍都有河 因為沒有車 哈囉 哈囉 那我們現在去完 Maritime Museum 其實都是值得去的 如果有時間 但是呢 我們現在要趕著拿車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天拿車 所以又要回到機場了 租了一個車 當然 一筆錢 但是呢 因為呢 我們要跟它買營梳 這間Six 這個原來是很出名的 在歐洲 很大的 它用大過Eurocar 大過Herst那些 那麼呢 它說呢 這輛車是新車 那因為我們跟它買了營梳 就是買了那個營梳 那它就說 好啦 我幫你升級吧 我們本來都是一輛SUV 是Audi Q2 那現在呢 它升級到Audi Q5 這輛車就變成 我們初初說是中車 現在變成大一點的車 但是我們都要做一做 檢查一下 這輛車有沒有花痕 因為免得到時候有招數 駕駛了一個新車 你看看Mega Chan 連TASI 在哪裏都不同 跟我們美國的車不同 我們美國的TASI 在下方 歐洲車TASI 在下方 歐洲車TASI 在下方 你看看 在這裏 好像我們插USB 插電 那樣 螢幕其實是挺大的 新車就是新車 貴就貴一點 但是它又給我們新車 唉 租車就是貴 乘的士又貴 昨天乘的那些的士又貴 昨天乘的那些Wurlenten 又要75元 乘的士來乘的士 但是要坐飛機底的Wurlenten 和坐火車 歐洲那些車 雖然我們沒有特別付錢 買它的Lavigator 但是原來它的車新到 全部都有Lavigator 我們不需要付錢 但是北美如果我們要租車 如果我們要Lavigation 它又要另外收你 不知幾百元 百幾二百元 Please follow the road for 8km 還有它那個說的英文很棒 即是告訴你 Kim left 你要走A4 A4 exit 這樣 說得很清楚 但是 我們 如果在北美租車 我們所有Lavigation 我們要另外付錢 它們就不用 而且它的車很新 Mega 覺得怎樣 不錯 不過就不習慣 歐洲的Lane那麼大 即是北美的Lane比較寬 嗯 其實它是左軚 跟我們北美駕駛一樣 是左軚不錯的 只不過它當然 在歐洲駕駛的位置是窄 尤其是入市中心 今晚我都不敢駕駛 前面有一個風力發電 它的HIGHWAY也挺像加拿大 還可以的 其實挺好的 澳洲駕駛車 對 駕駛交區還可以的 駕城市、市、城市、街市 就更害怕了 因為太多人 太多人 荷蘭的單車太可惡了 說車又要避免人 又要避免人 真是頂不順 這些人平時很友善 哇 一坐上單車就發瘋了 很可惡的樣子